大家好,歡迎回到17系列 今個星期又又又又來到尖沙咀 參觀香港帝院酒店The Royal Garden 帝院酒店在1981年開幕 並且在2011年進行翻新 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帝院餅店的胡蝶酥和拿破崙 不過今次我們就不吃蛋糕 反而去看看酒店的房間和設施 入住那天因為是周末,所以人潮比較多 下午2點的入住時間會需要排隊 見大家可以提早12點或11點就要Check-in 事不及遲,我們立即搭升降機上去看看 在酒店大堂或者剛入住那時 可能會覺得酒店的設計平平無期 但當一去到3樓開始 就會發現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 3樓到15樓採用一個中空通頂的設計 搭升降機一路向上爬的時候 可以將整個酒店的內部設計看得一覽無遺 感覺是建造了一個住客獨有的空間之餘 亦都好像去了一個住宅般親切 說說說,終於去到我們入住的那個內場了 今次我們預訂的是最基本的高級客房 屬於雙床類型,讓兩個人入住 一進門口會見到一條小小的走廊 左邊是廁所,走到盡頭是住的空間 基本上可以一眼看完 房的空間不算很寬敞 單人床的尺寸也是剛剛好 如果想搏來搏去 或者想享受一個人粉漿大床的感覺 可能就會有點難度了 酒店的設備不算很夠 以一間歷史猶狗的酒店來說算錯了 還有一部智能電話給你免費使用 不過幾滴用完一定要放回去 吃裝水、水煲、咖啡、茶包 這些基本上都有齊的了 今次套票還特別送了一支大香檳 香檳杯都已經放在這裡 晚上的時候可以開來一起小著一杯 行走一下 如果想試一下酒店福布斯星級餐廳的菜式 也可以在這裡落單,外賣帶酒 跟著就跟大家看一下房間的景觀 我們今次預訂的是最基本的高級客房 所以並沒有海景 而是對著酒店後方的街道 雖然三面都是對著其他大廈 不過如果有留意Holiday in影片的朋友 應該就會知道其實這樣的街景已經是錯了 Room Tour的最後就跟大家看一下洗手間 洗手間靠近門口,採用燙門設計 燈光比較鑊和偏暗 所以照鏡的時候不用擔心 應該都是燈光的問題 洗澡的空間就採用臨浴設計 是沒有浴缸的 除了沐浴露,護法素洗頭水是採用法國牌子Fresher之外 其他的洗浴用品都是採用廢院酒店的自家品牌 廁所旁邊有兩道大櫃門 打開會見到浴袍 你也可以掛自己的衣服進去 或者如果想塞髒衣服的話 也可以在櫃裡面找到洗衣袋 看完房間之後就和大家參觀一下酒店設施了 大部份的設施都是位於17樓Sky Club回鎖 想去到17樓的話 需要在15樓轉電梯才可以去到 有少少遠和不方便 如果不想上去的朋友 現在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去參觀 上到Sky Club之後 和職員講你的房間號碼和升市 就可以進去 不過如果超出了人數限制 就可能要稍微等一等 一走進去,首先會見到做SPA的地方 跟著沿著走廊走就會見到健身室 健身室需要提早預約 每個時段可以用50分鐘 之後會有10分鐘的清潔時間 如果覺得50分鐘不夠用的話 也可以預約多個時段 經過健身室之後 可以沿著走廊一直走 一路走走到盡頭的話 會見到一道門通往露天花園 露天花園有一個噴水池 還有一片草地 看起來好像好死意 但其實大風起上來都幾凍的 花園的右手邊有條通道是去泳池的 因為私隱的問題 我們就不要進去拍給大家看了 不過泳池多大多漂亮 推薦大家可以去喝一下水 或者在花園看下日落 打下卡都是不踩的選擇來的 在大園 除了可以吃到福布斯推薦的星級餐廳之外 亦都可以在三樓雅院做到享用自助早餐 當然要視乎你的套票 和當日入住的供應情況 現在告訴大家很快地看看有甚麼食物吧 是應有盡有 涵蓋中西式美食 比例都非常平均 想吃炒麵炒飯 或者是煙肉炒蛋的都沒有問題 而且味道都不錯 令人比較有驚喜的是控陪類的區域 除了常見的港式麵包 或者西式荒包才能 亦都有一些歐洲的麵包 例如是丹麥 或者是德國的特色麵包 覺得有些眼花的朋友可以到回頭慢慢看多遍 話更快 帝園的介紹就到未知了 很快我們會推出烈肉特輯 和大家介紹更加升級的StackCation 想知道的話就記得訂閱我們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